今天的政治焦点 其他的话题我们来关心是 其实这也烧了好几天 主要是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一个星期有两天会固定 前往民众党的立院党团开会 结果民进党就攻击他寄生国会 柯文哲就反击 他说是党团的薪水不够雇用党团助理 所以是民众党中央党部出钱 请助理去党团上班 是国会寄生我 那民进党吴思耀 立委吴思耀就回呛说 助理元额数本薪加班费 年终奖金加起来大概66万 不分大小党都是一样多 民众党竟然哭穷 但国家并没有亏待民众党团 而今天呢 柯文哲接受媒体联访的时候呢 他有了比较新的说法 他说这是政治上攻击语言 不要理他 如果说他一个人去党团 是比较容易 一个人可以解决的事情 为什么要搞到整个党团要移动呢 他说这是民进党对他没什么可以骂的 所以也只能骂这些 但是因为我们看到这是美岛电子报呢 他们所在最近公布的一份的最新的国政民调 其中在政党的好感度的部分呢 引起瞩目的是民众党的反感度破五成啊 百分之五十点四 所以这个是民众党的前中央委员张艺赛他分析 那主要是因为民进党民众党为什么现在是 够狼晚成了最讨人厌呢 有三种粉都跑光光啦 第一个原因是仓粉跑了 仓粉失望因为黄国昌在立法院的表现不如预期导致他们出走 第二个是韩粉也跑了 因为呢在这个韩国瑜在立法院的表现不错 也吸引了一些磕粉就过去了 那第三个原本传出可能会滚倒挖角的杨宝珍 宝粉也跑了 好这使得对民众失望的部分宝粉可能回归来营 所以仓粉韩粉宝粉通通都跑走了 我觉得科威者真的要改掉一个问题 就是说不要老师只有做短线作战 而没有一个长期的战略目标 科威者一直觉得说我现在有声量有流量 就可以维持住我的光亮 可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 因为当没有选举的时候 你党主席没有公职的党主席是最小的 他就是要做很多打底铺底 然后很多很辛苦的工作 否则三党党主席你看这个赖兴德选完 他总统当选人也没什么新闻 即便最近两岸闹那么大 他也是跳出来说停一下海巡 然后剩下的交给管碧林他们去处理 那更何况是朱立伦 朱立伦是最近因为共事营的关系才又被采访 可是柯文哲喜欢每天被采访 包括很多立院的媒体记者在抱怨 听他们在讲 就说你柯文哲每次骑脚踏车 踩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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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大家就追着你跑 然后你去把车停好然后再跑回来 那摄影大概就好累好重 但是柯文哲觉得有这个采访的过程 他也有一些这个声量 其实我觉得他真的要想清楚就是 民众党的圈子内当然是很铁 但这个铁圈正在慢慢的往下缩减 第二个为什么有五成讨厌你 那很正常吗 因为现在三分天下嘛 随便家也都超过五成讨厌你 五成很客气了吧 对不对没有六成七成那也很正常 因为你也才369万票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柯文哲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啊 那再回过头来啊所谓的各种粉啊 其实为什么会跑掉 有一个很大原因就是 对柯文哲来讲他重视眼前 他不重视后面嘛 那重视眼前的时候就出现一个问题啊 你今天有需要他你就跟他如交四期 一下子跟郭台铭你手牵手看月亮 在海边还搞的是什么郭柯CP对 那这个中期的时候发现韩国瑜有声量 准备当立法院长的时候又怎样 韩科之间有不可告人之关系 特别很紧密 当年这个韩国瑜最弱迫的时候 我还带着我老婆陈贝去看他 结果选后就是马上说 没有这个管个人 这个公司要分开 所以最后也没有挺韩国瑜选院长 今天这些仇文只是这样一步一步的一来的 那杨宝珍事件更是处理的荒腔走板 他把杨宝珍当成一个政治幕僚在使用 那政治幕僚永远有新鲜的干 永远有新的小草可以海选进来 所以今天没有了这个蔡宜芳 蔡宜芳当时就跟张一善睡觉嘛 就下去了嘛 那再来呢那就会有杨宝珍嘛 那杨宝珍现在要离开了 那没关系啊 我还有后面徐千琴 那徐千琴再下去怎样呢 我还有下一个啊 我永远都有新鲜漂亮的宝贝会上来 那这个是柯文哲如果他用这种心态 可是问题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你要去重视每一个人的特质 杨宝珍不是政治幕僚 杨宝珍是政治明星啊 你怎么把他当政治幕僚 那你用过集中那当然 你不要怪国民党去给你秤身量 对不对 而且据我知道啦 国民党那里还真的很多人在找他嘛 对不对 也有人透过我嘛 然后更别说透过其他的管道 那我们都很清楚 那历史哥 除了我们的薄粉跑了 那有没有碧卢粉我不知道 有没有跑了 因为呢 柯文哲前几天 一日北高的时候 当时骑到台中清水 蔡碧卢一来没现身 二来 接棒期这段是黄珊珊 所以大家就有解读说这个两点嘛 一个是你没有要和解的意思嘛 第二个就是黄珊珊 这样是不是在示威 在宣示主权 黄珊珊现在是很怕被边缘化啦 我可以直白讲 其实就连战狼都很怕被边缘化 因为呢 这个他们确实目前受到一些排挤 回过头来 刚刚波基有特别提到说 管妈今天在立法院被询的时候的态度呢 非常的柔软 对于呢 这前几天 他自己 直接就是网路上流传管病人 和段银康的对话截图的这一段 其中还出现管病人说 中国渔民该死 段银康说出这个 海巡熟影像坚决不能交给媒体 这个部分管妈在脸书上赶快辟谣 她说是假消息都是认知作战 那目前段银康是报案调查 那徐晓星呢 她说其实 这个有人说在网路上散布 这一张赖对话就是造假 试图把海委会总统失职全导向中共认知作战 其实就是把真实和谎言混为一谈 像变魔术一样转移焦点的手法而已 而且徐晓星呢 还特别这个指控管毕林呢 其实有在民党内部下指导其 暗示他们要用中央厨房的说法 叫他们只能说扣传不能够说驱逐 不过管毕林有特别强调 她说其实啊 这个她不是下指导旗 她只是在帮老朋友做科普而已 那这个事情呢 当然这个也还是衍生出什么 有没有认知作战等等啊 这个部分 那管毕林呢 请导播给我们上一张 管妈今天在立法院 其实也有提到了 最近她证实了中国海警局 确实已经在福建这个海域 福建航行组织舰艇编队 在金门附近的海域展开了执法巡查 那管妈说有这个一艘大陆的海奸船 进入了金门的禁止水域 四艘海奸船进入限制水域 在昨天 但时间都不长 海巡署呢都有应处 透过广播要求中国海奸船离开 中方执法巡查政治意涵非常高 是一种宣誓主权的形式 但不乐见将一个执法的个案 绑在政治作为中 而且管妈说这是中国企图 要把钓鱼台模式 带来惊吓水域 但其实钓鱼台模式 政府是非常不愿意接受的 那你只能不接受 但也没有办法 以现在两岸的这个军事力量的悬殊的差距 就算中国大陆真的要应来 那么民进党不接受 他又能做什么呢 海警船跟海巡署 海巡署对海警船开火吗 还是我们也去撞人家 把人家撞翻再撞一次 那么显然民进党现在就是一个 走夜路吹口哨的一个状态 当然就会告诉台湾的民众说 他们有各式各样的因应策略 因为如果海警船真的进入了这个 禁线水域的话 他们会采取一些动作 但是到底是什么动作呢 到底这个动作有没有效 到底人家有没有把你放在眼里 他绝对不会告诉你 因为反正天高皇帝 在这么远的地方也没人看得见 那但是对于北京政府来说 我一直在这个事件一开始 我们就高度的忧虑 就说其实北京政府 对于台湾这一次的大选的结果 并不满意 那么对于台湾未来的走向 他们也高度忧虑 那么对于这个美国结合民进党的态势 他们也这个有很明确的了解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们当然希望能够找到更多的理由 借口去介入台湾海峡现在的状况 甚至去做一些超前的部署 所以当在这个前年 Nancy Pelosi来台湾 那么就等于是民进党政府 送给了北京政府一个很好的理由 就把我们海峡中线给没收了 所以我们海峡中线就没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在这个事件里头 民进党又不愿意快刀斩乱吗 尽快的厘清所谓的行政 跟法律的责任 让这件事情尽快落幕 你又变成了这个北京政府 手中的一个把柄了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当然有更高度的正当性 他必须要去捍卫他自己人民的权益 因为他的人民在这边损失了这个两条人命 而且到现在为止真相都还不明白 所以他光是站在这样的一个正当性上 对于这个整个台湾海峡 在进行他的扩大执法的权力的时候 其实谁能够说什么呢 你不要说民进党政府说什么了 你看看国际社会到底说了什么 美国国务院顶多也就说一下高度忧虑 希望大家这个彼此克制不要爆发冲突 但是有谁敢在这件事情上说 这是谁对谁错呢 没有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 中国大陆北京政府 已经站在了一个这个道德的 道理的制高点上 就这件事情一看就现在的发展 显然就是我方趋于劣势 我们是属于理亏的这一边 那他既然站在道理的这个制高点上 他没有必要放手 所以我现在担忧的是 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在禁止水域 限制水域 海警船进出 那么中国大陆北京政府 有没有可能开始步步进逼呢 他现在把原本的一些默契 全部都拿掉了 没有海峡中线的默契 没有禁限水域的默契 根本没这回事了 然后接下来 他去年就已经宣示过 台湾海峡是内海化的状态了 那么只是在于说 他要不要执法 那么他接下来 会不会就借着这个事迹 在这个事件继续扩大下去 然后把他的执法权 推到台湾海峡 我刚才强调的问题是 如果今天北京政府真的这么做了 那么我们台湾的生存空间 不但被压缩 我们的军事反应的众生时间 也被压缩了 那么我们等于是 面对台湾海峡一出海 就面对到中国大陆的 军事力量的威胁了 他可以在台湾海峡 这个来去自如为所欲为的时候 那么台湾的生存空间 真的就已经面临到很大的挑战了 所以其实我一直在认为说 民进党为了自己的面子 为了他们长期这种反中抗中的心态 明明就是两条无辜人命的牺牲 明明可能就是我们在行政执法上 可能有一些瑕疵 他们都不愿意认错 不愿意把真相公开 不愿意让这件事情尽快平息落幕 最后所有的这个后果 恐怕就会让这个事态越烧越大 越烧越大 烧到最后一发不可收拾的时候 甚至如果今天中国大陆 真的把台湾海峡内海化了 他们的这个不管是海警船 或者他们的舰艇 都极有可能跟我们的舰艇 发生差状 这种擦枪走火的情况 就会越来越危险了 过去为什么要禁限水域 就是大家这个井水不犯河水 你在你的地方 我在我的地方 所以我们尽量避免冲突 为什么要海峡中线 就是你飞你那边 我飞我这边 但是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融在一起的时候 那么未来的冲突 未来的摩擦 未来的差状 随时都有可能 星星之火一发不可收拾了 原来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 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 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海天家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贝塔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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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2 3 件 都 字幕細 8